当天的集会开始前 现场已有大量围栏和警察 在约100名集会者唱美国国歌的时候 人数显然更多的反法西斯团体拆除了围栏 试图涌进集会场地 双方爆发了肢体冲突 博士顿警察立刻行动 隔开了双方人事 随后 反法西斯抗议者游行到公园的另一边 又拆除了那边的围栏 涌进集会场地 与集会人士对峙及喊口号 不久后 防爆警察到场驱散了双方人员 据波士顿警方消息 当天共有两人被逮捕 可能被起诉扰乱治安等轻罪 当天的冲突 让一些集会者深感不安 新唐人记者刘景业波士顿报道 下写 确实